历经生离死别 这家人依旧乐观 做出形状 像棒球的酥皮肉圆 投出精彩人生 像棒球一样大小的炸肉圆 酥脆口感 一发球就投出好业绩 它是用炸的 一般外面那个不是这样做 所以吃起来口感比较轻松 第二个它价位我觉得非常合理 对我们这种上半的同时会 而且它还有汤 那汤也蛮好的 你的肉圆还不好吃免钱啊 还不好吃免钱 是说不好吃免钱 不是不好吃免钱 是不好吃免钱 不要吃没钱的 不好吃免钱 老板苏安平很有自信 但是当初会把肉圆炸成脆皮 其实是美丽的错误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它连油温都不会掌控 结果乱炸意外炸出自家特色 它炸 因为我们不会用 所以那个油温就高嘛 然后就炸 然后就可以慢慢慢慢 再高一点看看 再高一点看看 它就高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样子 一般大概都在七八十度 我们这个大概一百六一百七了 45岁那一年从门外汉踏进餐饮业 苏安平其实没有太多选择 因为我经商也不就是失败嘛 不太好 那时候真的是做得很好 有时候在我手上的工地 有时候一亿多元就总工程款 那时候二三十年前一亿都很多了 本来一亿多当金手 现在爸爸是一个一个在卖 对对对 有朋友笑我说你一个 那时候一个二十五块 他说你一个二十五块要卖到什么时候 才卖得了到 嘿嘿嘿 啊我说没关系啊 就是这样平淡的生活这样就好了 番薯粉 然后加太白粉 然后混合 然后在 这个制作过程就是用冷水 然后再加温水 然后在最后是再加热水 这么搞缸 这样子弄起来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这个跟那个一般的肉圆是不一样 一般肉圆就是它很软 它就是用这样刮一刮 然后就敷起来嘛 那我们这个是要用手包 做肉丸是太太向朋友学来的手艺 原本只是要做给孩子吃 没想到会变成转业的一线生机 这个是梅花肉 然后是切一块一块的 所以你看每块 每一块它做都是一块一块的 那我们一般角肉是把它尬了 那个筋就断了 这个口感跟那个口感不一样 这不一样 满满的笋子 肉条捏进肉丸皮 生意好的时候 每天要捏上千个 大概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 那个时候刚开始都这样 拿筷子会倒吗 拿筷子会倒 就是吃宵夜的时候 那个拿筷子会倒 换这一手 你这个是这个同样的动作悬空嘛 悬空两三个小时 那两三个小时时间久就会 十日久就会受伤了 落差会很大吗 他说什么 我是还好 小孩子落差比较大 大姐可能会 我还好 他比较小 不会啦 大姐会 大姐会哭吗 他不是哭 他要觉得说 很丢人 人家会问说 你爸爸做什么 我都不敢讲啊 我说你就跟他讲 我爸爸生意做失败 现在卖肉圆啦 他说这样子 我说对 你就老实讲 这样的事情就简单了 直到爸爸的辛苦 乖巧董事的二女儿 从国小就跟在身边帮忙 白净纤细的苏婷 异传父亲开朗的个性 即使癌症 他也能笑颜面对 我也有的癌症 皮肤癌 蛮严重的一种 皮肤癌里面是最恶性的 就是 皮肤癌分很多种 也没有药医啦 结果就切除嘛 然后就追踪这样 十几年也没有说怎么样 但是 之后会怎么样 没人知道 所以 所以他现在嫁这个老公 自己也要有心理准备 苏婷的病控制住了 小店的生意也渐渐步上轨道 但是苏家人没有从此平顺好过 一起打拼还债的妻子 也罹患了癌症 但是这一次 死神没有放过他们 事实就是这样啊 你还是要接受啊 只是你早接受 早扭转 你晚接受就是拖嘛 拖到最后 对你是一种伤害嘛 最难过的是 大概就是 晚上如果 如果你骑摩托车出去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出去 散散心这样子 你不知道要 骑向左还是向右 还是向前 继续走 尤其是走到那个 十字路口的时候 因为一个人嘛 他去哪里都好嘛 那你 你又没有讨论的对象 你要右转就右转 左转就左转 反正就是绕一圈 再回来 上期之痛 苏安平放在心底 因为附带母子的他 必须为孩子坚强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刚开始说说 要做个汤来卖 可是想说 要有一点特色的 那就是想到 以前古早味的那种汤头 然后我们就去把它认为 就来做猪场再加这个 萝卜 然后再加香菇 然后再加肉丝 这样弄起来的口味 就很有古早味的味道 就变成我们的香菇肉汤 靠着天马行空的想像 骂丸和汤品都有了苏家特有的味道 而妇女相依为命也过了十几年 只是苏婷即将出嫁 少了女儿陪在身边 更少了左右手 苏安平却不想成为孩子的牵绊 我老了就这个就坐一坐就收起来 就去住老人宴啊 老人宴 真的啦 我已经交代了 去帮我送到老人宴去啦 什么什么的 我跟你讲总比你一个人在家里 叫天天不灵 叫弟弟不灵 人死了都没人知道好啦 你三个宝贝耶 对啦 他只会说爸爸我会来看你啦 或许没有丰盛的嫁妆 但是爸爸教导的 面对生命挫折的态度 却让女儿受用无穷 哪一个精神 就是你做什么事情 你要有最坏的打算啊 就是你只要知道 最坏就是这样子了 就是说你做最坏的打算 那你能够接受那个最后的结果 你能接受它 那还有准备 我听你掉了准备 不然不容易 我一定会很想念起工作的时光 很累耶 你会吵架啊 谁 会啊 会啊 吵架啊 吵架才好玩啊 就就就就就我们两个 就我们三个 就我们三个 二人两个 不骂你骂谁啊 骂我自己啊 历经人生大起大落 病痛苦楚 一家人在霸丸滩安身立命 何须大富大贵呢 苏爸爸说 平安过日子 才是无价的幸福 老远龙台一辆 经营40年的霸丸行动餐车 从没遇过不景气的时候 餐车都还没有到 客人已经排在社区角落等候 70岁的老板到现在 还站在油锅前炸霸丸 做吃的其实不是本业 但是认真倾听客人的建议 就成为他常年不败的制成米方 面线两大 两种米 然后一个要辣的 大的辣米 做饭完开始 一开始就一直都很好 一直都很 不错 不是说很好 就是说一直都 不会说卖规本 可以说没有碰了 什么不景气也没有 从来没有遇到说 不景气又卖不出去 没有这个事 从来就没有 这话听在第一次排队的客人耳里 难免让人误会 老板是老王卖瓜吧 但其实个性踏实又谦虚的 汤春服陈述的 真的就是事实 好吃啊 我从小吃到大 它很大颗 然后它又有笋干 又有肉 然后味道也调得很好 40点了吧 平常都排队比较多 真的吗 对 我有时候都排到那边去了 我跟他排啊 我们哪是要排啊 你这假日最好 可以排到多长啊 这个电线板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那边去了 差不多马路那边 那时候 那时候是 那差不多三个月前了 三个月前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倘若两只电线杆的距离 14公尺 三只也差不多 接近30公尺了 这样的队伍 在试区闹区 见怪不怪 在相间相抵 那可是奇景 尤其一个礼拜 就出现三天的游灵餐车 卖的一点都不是潮流噱头 而是40年的真感情 顾客也不嫌弃啊 那一次就几十年 就吃到第四代的还有 以前那个老的九十几岁啊 儿子接下来的孙子 不是四代吗 像我这样就 很快就要第四代了 放肩子喔 对啊 放肩子帅一点喔 很帅 原本就很帅 讲大声一点 我有点重听喔 真的喔 渔夫冒下 又黑又轻瘦的身形 还真的很难亏出 唐春福原来已经七十 所以年纪大了 重听是真的 老客人连吃四代也不是玩笑话 倒是当年怎么会卖起霸丸 微微起来总有点虚幻淋漓残半 就是我上来工作以后 工作的门口啊 工厂的门口啊 经常都有卖霸丸在那边停下来 那边我们就十点休息嘛 就会肚子饿了 经常固定的都有一单 十点就会到那边卖 然后我们就出来吃 因为吃得不错啊 奇艺食堂春福 曾经是苗栗的木雕师傅 婚后才和太太班上套原来 眼看木器工厂景气 年年更不如以往 果然才没几年老冬家倒了 他念头一逗 决定做小本生意血脉小吃 但碍于是面上豆浆馒头 米粉实在太寻常 肉圆摊车在乡下反而罕见 所以腌肉拌笋干 摸索着怎么打粉浆 两夫妻就这么匆匆开始了 冻鸡是人家在卖这个 轻轻轻轻 亮亮亮 他都会跑出来吃 觉得不错吃啊 他就有那个念头 主要材料用地瓜粉和滚水 调成的粉浆 太太无连交的客家味做法 是拌鱼后放凉 再加粉拥挤器打过一遍 如此一来不止本身暗含有劲 出炉后在林上 餐有糙米肤的甜酱 还能营造出肉圆皮的清甜 分两次做就是它的弹性会比较好 我是以前都做粿 像一般都做什么客家粿 家里都会做 然后我们记忆中就是这样 包进客家笋干和梅花 夹心肉的米南麻丸 为了填饱那个时代下的粗工农员 快头加大 馅料夹量那都是必要的 出炉后再靠三轮车 钻进大街小巷四处兜售 虽然打葱开卖后就没亏本过 但纯朴丰富让人无法抗拒的迷魂味道 却是天津中盐酸盐 不断精进才退化出来的 这个让它散热一下 就说你的饭是不是太咸 或者太淡之类的 或者说你必须放些什么东西 我说不必啊 我的主题就是笋干 猪肉这两个 其他我都一律都不考虑放 他有些比较大方的 他比较勇敢的 他会直接批评我们 批评你 妈妈 等一下 那我们就不要 不能生气 就请他吃东西 我还请他吃东西 你只要给我指点说 什么不好 你只要提醒我或什么 我就会报答他 给你个忙 不用钱 这样 油锅里的这一位 尽管只是养活一家四口的 生财小吃 唐春福却宁愿花二十年的心神 调整出凡利口感 在老主顾眼里 摊车是乡愁 是青春里的恩物凉拌 对他来说却是 四十年记忆里的一丝苦甜 那一定辛苦的 不用说的 早上要很早 发风下雨 赶上市 有时候看着好天气啊 结果出去下大雨啊 让这硬着头皮疼麦啊 不然那些货怎么办 先生要点什么吗 两个肉圆 两个肉圆 分开装嘛 要辣吗 要 要 随着两个儿子都大了 现在阪农总算可以停摆了吧 但唐春福反而舍不得 那些刮风下雨的日子 那你这样子有没有打分 要做到什么 做到不会做为止 真的啊 可能是老路命啊 不公众啊 觉得这全身不对劲 腰三被弄 也许是新陈代谢 有流汗之类的 有新陈代谢 也许就很好啊 状况很好啊 也许是真的恐惧退休 也或许是那一份重就干使然 这一两年 孝顺的儿子没劝退老爸 顶着工程师光环 牺牲休假 周末居然也陪着来帮卖袜完 有啊 每一年都讲啊 每一年都讲啊 可是他们没做 就会觉得身体会不好 他就想要动啊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出来做他心情会好一点 就是都是老客户嘛 就是其实边做生意啦 其实也是长时间 都有共同的成长回忆啊 究竟是老贪车离不开客人 还是老客人放不下贪车 可能一时半克夫子两 都分不出来了 不过唯一肯定的是 浇上自个儿煮的酱油甜酱 最好香菜 这一份话在此间 热闹风鱼的味道 会一直都在 这个挖完店的老板 不让自己肢体上的残缺 影响心灵上的圆满 他靠着一只手 撑起肉丸的生意 也把孩子养大 他说人生的时间还很长 绝对不能停革在 伤心沮丧的时刻 这份乐观拼劲 以及正向面对 人生挑战的精神 不只感动了家人 也感染给身边的人 细婚后 街边路口的肉园店 竹笼窜出阵阵烟雾 让往来的车流 多贴了一道风情 早上八点开麦 外带客就没停货 就怕大太阳下 客人等得不耐烦 林渝曼迅速咬着汤 而罗金钟 尽管只靠一只手 可打包动作也没带慢 超过四十年的肉园 主打的是清蒸口味 Q彈外皮下的肉馅 酱香或者中药味 浓郁得很 我每次给他帮他很多 对啊 我去出口也帮他 买四五分 你都在哪里 我都会帮他 我哪有两次吃 他的肉也都吃 清蒸肉园 老少咸宜 曾经一天最高纪录 就卖出一千多颗 和肉园 咪不可分的四神汤 汤头下了重本 满失夫妻良的诚意 主度都是当天献狼 献煮的 然后我们的焦汤 都是用那个忌骨头 下去熬 就是用化学的东西 吃到肚子 嘴巴就有感觉 一人放得多 熬得久 所以罗家的四神汤 特别浓稠 细细咀嚼 尾韵更带有浓浓的感恩味 这是材料的米 下去用的米状 待会煮起来就像骨子 那就是肉圆的皮 肉圆的皮 那这都是你 就割椒子的 对 我们做快四十年了 那他是你的师父啊 对 对 好吃没配薄 就是新鲜现做 所以每天边营业 也边备料 便离许多事情 罗金中轻力轻微 她的左手截肢 左脚也萎缩 但靠着右手 右脚 很多事难不倒她 单手搅拌 直到浓稠 遇到需要另外一只手时 太太会适时出现 这是二十多年来 磨出的默契 那这个是适合你的量 对 因为我们每天都煮 每天煮 有没有很多人都很嫌疑 有喔 好多喔 就说好 一手而已 做得这么厉害 我说得没做 要吃什么 客人的好奇 裸金中早已习以为常 为了养活一家四口 他什么都愿意尝试 心想既然不方便 就想办法让它变得更方便 是像是有客户装置的 是吗 是吗 是 自己完成 它就 就让它自己做就好了 因为我还要做别的 好 现在已经清楚了 很大了 那以前的孩子都在 两个都在撒旁边 我们两个都自己带 没给人家带 溫体后腿肉 是做出好肉圆的不败配方 瘦肉加上适当的油花 润滑出最佳口感 如果没有加一些重要材下去 你吃起来 那个口感就是 跟我们家庭煮的 都是一样啊 莫料 尽管可以选择机器代劳 还是喜欢自己动手 因为既不破坏精性 也能感受灼料均匀度 一块打拼小吃生意 二十多年过去 时间是催人老去的利刃 却也是可贫商盆的柔蹄 我以前还没吃过多只在梨山 那现在我们有自己去梨山 拌水高峰了 那是现在买完之后 不然我做山的工作 不然不知道 我买完之后 我叫我 他现在就在买肉圆 叫我去旁边倒三天了 久而久之 就跟他一起做这个肉圆了 不怕吃苦 年纪轻就在果园工作 十九岁那一年 做完农事 同学骑车再下山 却发生车祸 同学天人勇格 而他受到重伤 靠着节肢才保住性命 活下来 缺点面对残酷事实 还好二哥事实拉他一把 把他带在身边 教导制作肉圆技术 这才慢慢的 急退沮丧和消沉 那你事情一到了 你总不能 十几岁就吃货了 你后面还那么长的时间 你如果你不乐观点 你的一生你就回回去 我们真的很感恩他 他真的就好家在 有这个基础 不然真的全家都要二肚子 不然我老公只有一只手 我要去拉一小工作 罗金钟身性乐观 也是走出生命幽谷的重要关键 商户的第三年 在海产店工作 除了炒菜没做外 端菜洗菜采买再货统统包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三十年前一个月就赚到五万块 后来到报社工作 不仅是金牌业务员 还娶到美娇娘 她们要给她 好 我追她追七年 她们做 她们做 我在报社的 我认识的 那时候就开始追 她追七年 追七年 才给我追到 她跑七年 她跟我跑七年 所以她为什么愿意电头 不是因为她很努力啊 身材较好 跆拳道三段的凌鱼漫 很多人追求 但就是被罗金钟的勤奋 努力给吸引 婚后的吃苦 把她当作吃补 看到很多人 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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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 说实在 她真的很打拼 你看她做人 你会觉得 好够好够都不如她 她真的是很厉害 而且她很乐观 我都觉得我好像 没有她那么乐观 是 因为她少 她本来是好好的人 撞成这样 她还可以 那么努力地工作 而且她还有 还有勇气结婚 你想想看 二哥给了根吊杆 教会生存本事 离开报社后 就卖起肉圆 但清蒸口味 没有油炸来得讨喜 开了店 又遇到房东卖房子 也连坏了五六个点 最后才在嘉义的兰景街 和无缝北路交叉路口 培养出老客人 我们食材都是用当天 最好的 你看这个肉 都是当天来的 都是自己手切的 能够自己做的 就不假他人 控肉饭的控肉 坚持买下一大块猪肉 再自己一块一块分切 尽管做起来就要常人吃力 动作也比较慢 但为了确保肉的品质 头再低 腰再酸 还是坚持这样做 肉都是我切的 公平切的 对 为什么 因为它不会切啊 你比较会切 怎么说 因为它比较没有力啊 这样做肉眼我就不会啊 那要双手啊 没被困境打倒 设计出自己的做食方式 太太视她为正常人 她也一路往前冲 为了增加肉圆店生意 还卖起肉造饭 刮包和肉粽 只要客人电话一打 她就跟时下的外送美食一样 服务到家 所以你有骑到台北吗 骑到台北 从哪边 从嘉义到台北啊 在那时候年轻啊 对 什么都不怕 不怕 所以这个机车不会有阴影 还好自己骑不会 给人家载就会了 虽然阴影还在 但乐观 永远跑在最前面 正如太太说的 只有她安慰人 没有她被人安慰 最终身体的障碍 没有阻碍人生想要完成的事